我最常拍就是想在健身的時候 那有沒有沒有放在IG上的影片 然後傳給女生看的時候 就是比較乖乖的 你會真的因為攝影機片很小一台 所以更投入情節裡面 那因為這個電影不關於強迫症 所以導演也常常擺了一些 很強迫症的境位 在早班跟晚班之間 我會出現五個小時的空檔 這時候我都會先回家一趟 看是補眠 或是做做自己的事 和大部分的人一樣 其實我也有一些難以及時的怪癖 有的人是一直洗手 有的人是受不了東西不白整齊 而我呢 則是停車 停車這件事就像獨博一樣 除了充滿技術性 還常常得仰賴一些運氣 每輛車跟停車格都應該有個完美的間距 依照我的車型 是33.3公分 每一條鞋帶 每一條鞋帶的位置都要一模一樣 甚至這樣 不是很笨 剛剛我檢查到有一點反過來 我有點有點暗髒 所以剛剛把那個反過來 塞進去 才會發行 然後還有以前 穿襪子的時候 我會出門就先看一下 兩隻小病在一起 看一看一看 阿里羊糕 應該很多人都吃羊糕 小的時候如果這樣子 你需要看你吃 我最常拍是想在健身的時候 對 健身的 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 我也很討厭在健身自拍 比如說我現在 現在在做這個器材 我就把身體加在 我拍到這個器材這樣 然後做個做 然後換下來 然後把身體移到裡面 然後繼續拍 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 我就不會在健身的時候發生 什麼 如果你 你入縮時 你就不能 比如說你就不能去看什麼 Facebook看IG 那你會 反而事後把這影片寄給女生看吧 你看我 我只要放在IG上面 大家能看得到 那有沒有沒有放在IG上的影片 然後傳給女生看的 一定不會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比 覺得很可愛 我不太 我 我 你願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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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笑 真的